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恆大集團危機越演越烈 一些恆大的債權人可能要血捧無歸了 目前的最新消息 中共想安排聯合工作組進駐恆大集團 包括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在內 進行債務狀況摸底 顯而易見 習近平在為恆大潛在的破產重組 做準備了 有著皮帶哥之稱的恆大掌門人許家印 近年來在房地產玩的是風生水起 還跨界賣過瓶裝水 涉足過養豬業 擁有恆大職業足球隊 近年還搞起了電動汽車 更有自己的娛樂航母 有著如此光鮮的許老闆 怎麼說不行就不行了呢? 讓數以萬千的人在屁股後面追債 今天 我們就從許家印的經濟鏈 和人脈關係為大家破解恆大爆雷之謎 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恆大的現況 恆大在中國有接近800個未完工的房產項目 多達120萬人 等待搬進新家 一旦破產 就會有大量失業人員 債務危機就會蔓延到所有的供應商和購房者 再加上很多國內的投資者 對於中共高喊的維穩是極大的挑戰 而且 華爾街很多投資銀行都在恆大有投資 恆大的債務問題對於習近平處理中美關係中 是一個很難堪的事情 還有一個虧損48億元的電動汽車公司 一個用錢養著的職業足球隊 搖搖欲墜的恆大集團波及到上百家金融機構 踢破了習近平要求的牢牢守住不發生金融風險的底線 根據媒體披露 因為債務問題 許家印在七一黨慶日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之前 已經被中共監管機構約談 要求他儘快解決債務問題 那麼 曾被政府接過盤的恆大 這次是否政府還會繼續為他續命還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 我們認為 兇多極少 這是跟他曾經和曾慶紅的家族關係息息相關 許家印和江派的曾慶紅家族來往密切 曾經幫助恆大在香港上市的香港富豪鄭宇童、 劉鑾雄、張松橋等人 都和曾慶紅家族關係非同一般 許家印開拓香港市場的時候 就得到了這些人的關照 說到香港富豪圈子 有一件事情顯為人知 許家印背靠著一個香港頂級富豪圈 就是大地會 地是ABCD的地 會是集會的會 恆大集團的急速成長 恆大程度就依賴於這一個大地會 2009年11月5日 恆大終於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 上市當天 包括新世界主席鄭宇童、 華人置業主席劉鑾雄、青島新聞集團主席何祝國、 長江實業執行董事葉德權、 英皇集團主席楊壽辰、 還有中域智地主席張松橋 都到場為許家印站台 這些人的出現讓傳說已久的香港頂級富豪圈 大地會浮出了水面 而周大福的東家鄭宇童就是大地會的總舵主 大地會的名稱是來自除大地 是廣東的一種紙牌玩法 打法是既要各自為戰 也要強強聯手 鄭宇童哭愛除大地遊戲 由此形成了大地會的小圈子 2007年 作為香港四大超級富豪之一的鄭宇童、 聯手劉鑾雄等人對恆大主資輸血上百億人民幣 幫助恆大度過危機 於2009年在香港成功掛牌上市 2020年12月 恆大集團把下屬的恆大物業分拆出來 赴港上市 這輪上市前的最後一筆融資 來自於劉鑾雄的夫人陳凱韻 投資額高達30億人民幣 最近幾年 劉鑾雄夫婦不斷增持恆大股份和債券 兩個人分別以公司和個人的名義 持有恆大股份將近10% 除了香港富豪圈、恆大集團和曾慶紅家族的 白手套明天系也有交集 2017年初 中共在對明天系掌門人蕭建華 進行調查後 港媒曾披露 許家印被列入新一波反貪腐的重點調查名單中 而且 肖建華和許家印都是香港富豪俱樂部 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的董事 而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懷曾擔任 中共文化部駐香港特別巡視員 曾慶懷是足球球迷 為了投其所好 許家印買下廣州恆大淘寶足球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 馬雲也是足球俱樂部的股東之一 許家印和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也有牽連 他把自己在澳洲的豪宅借給曾偉 這些足以看出來許家印和曾慶紅家族的關係 非必尋常 此外 2016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曝光 《巴拿馬文件》顯示 許家印和恆大集團與江派的另議員大佬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賈慶琳的家族也有關聯 有了這些關係 在習近平與曾慶紅的博弈中 許家印的未來可能就處境不妙了 我們再來看看恆大的經營模式 裡面也有不少不同尋常之處 恆大的經營模式可謂作妖 創立品牌之後賣了再買回來了 不久又賣了 是不是聽著有點魔幻? 但這就是恆大集團下屬的瓶裝水公司 恆大冰原的真實故事 2013年 恆大集團信心滿滿的開發了瓶裝水 作為含著金鑰匙出身的恆大冰原 讓許家印充滿了期望 她豪言 每一年要賺100億 以後每年增加100億 等達到業績穩定期 每年要賺300億 300億元是什麼概念? 用農夫山泉的礦泉水做一個比較 如果農夫山泉達到150億元的年收入 老闆鐘閃閃就可以登上首富排行榜了 恆大冰原最初推向市場時 光廣告費就花了60億 不過 三年經營下來 盡虧了40億 所以2016年 恆大不得不以18億元的低價賤賣 急功近利的皮帶哥雖然看到了商機 卻沒有耐住快銷品的寂寞 作為一個正常的公司 公司賣了就是故事的結局了 但恆大冰原的故事卻不一樣 2021年3月31日 恆大集團舉辦了業績發布會 許家印說買回了恆大冰原49%的股權 並計劃要包裝上市 許家印還表示 也買回了被賣出的恆大糧油 將新業務包裝上市 這對於股價是實實在在的利好 又可以全一波錢 正在人們想一潰恆大冰原的業績表現如何時 8月31日 恆大發布半年報 宣布把剛買回來準備分拆上市的 恆大冰原又賣了 而這次49%的股份賣了大概20億元 大家或許在想 這一個連恆大集團都玩不賺的瓶裝水業務 是誰借的盤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這 借盤俠是王中明 王中明曾經是恆大深圳公司董事長 不過 如果一個虧損40億的企業 有人說買就賣 而有人說買就買 裡面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們目前還無從得知 俗話說 事出反常必有妖 恆大造車的每一部都透露著妖異 今年8月 恆大汽車發布的盈利預警公告 預期2021年上半年度 淨虧損約人民幣48億元 去年同期淨虧損約24.5億元 緊接著恆大汽車的股價不降反升 虧損公告發布的第二天以13.2港元收盤 打破連續三個月下滑的腿勢 在許家印講的故事裡 恆大汽車要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 實力最強的新能源汽車集團 2025年銷量達100萬輛 2035年銷量達500萬輛 面對汽車行業圈的集體質疑 恆大嗤之以鼻 稱 你們太缺乏想像力 恆大造車就是要顛覆認知 但是 恆大汽車的妖異就在於 不是在造車 而是每一步都在造市 造資本的事 輿論的事 但就是不造車 關鍵的問題就來了 沒有汽車用什麼交付 怎麼賺錢 虧損是必然的 然而 在半年前 恆大汽車的股價如日中天 股價最高時達到過68.75港元 市值近6066億港元 從冬季測試到夏季 僅僅隔了一個春天 故事就有了結局 恆大造車 藉著新能源造車領域的大事 講了一個好故事 引來了無數鴨寶人 也締造了一個悲慘的結局 許家印講了三個動聽的故事 一個全球最大房地產商的故事 受到了狂烈的追捧 之後 一個全球最大汽車商的故事 很多人相信他能 後來 他又想做全球最大糧油、礦泉水的企業 市場給了他8年 不過 許家印分拆上市 大轉特轉的三個故事 在債台高築的現實面前戛然而止 許家印有一句話 要做就做最大、最橫酒 2021年年底 恆大在北京設立的5家文化產業公司 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當年6月26日 許家印親自對外界闡述了 恆大對文化產業的規劃 是影視、院線、經濟、代理和動漫5家公司 2011年 許家印開始探索性的涉足文化產業 一出手就是8.5億 成立了文化產業集團 下設5大文化創意公司 高曉松和范冰冰都被納入麾下 並且在金局運作上更是大手筆 在中央戲劇學院和北京電影學院的 就業中心網站上 可以看到恆大面向藝術類高校 大一至大四表演和音樂類人才的招聘信息 大一至大三學生還選通過 作為意向培養對象儲備 大四學生還選通過正式簽約 正式簽約成功的學生 公司第一年投入1000萬元 第二年投入3000萬元 第三年投入過億元重金 由國內首屈一指的造星班底 演藝界名師親力打造 在娛樂界 造星吸粉的流量圈錢中 不知道有多少錢流到了許家印的錢包裡 從結局來看 許家印不斷擴大恆大集團的業務範圍 不過是造勢 可以不斷吸金填坑 面對恆大集團的負債狀況 許家印曾經說過 我可以一無所有 但是投資者不能一無所有 而且 近日他又專門強調說 對付過程中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 不允許任何人搞特殊化 不過 根據網友發出的資料顯示 恆大財富的法人代表杜亮早在5月31日 就把自己投資的990萬本息 全部提前兌付跑路了 而許家印的太太丁玉梅也在7月8日 把手中的2300萬本息全部提前兌付 另外 還有一些高層投資人 30萬到100萬人民幣不等 但都已經全部提前兌付 這讓投資人感到無比的憤怒 也許他們早就嗅到了習近平的動靜 提前跑路了 目前 隨著習近平進一步削弱江曾勢力 這些靠權貴起家的大型民企的老闆 一旦靠山不穩 他們的結局也就註定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